真言第21章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沟的水 他可以随意转移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都是正直的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秉公行义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 高傲的眼、傲慢的心、恶人的灯都是罪恶 因情人的筹划必使他获利 行事急躁的必至贫穷 凭撒谎的舌头得来的财宝 是飘荡的浮云、死亡的追寻 恶人的暴行必拖累自己 因为他们不肯秉行公正 罪人的道路充满狡诈 清洁的人行为正直 宁可住在房顶的一角 也不跟吵闹的妇人同住一间房屋 恶人的心只求邪恶 他的眼并不顾惜邻舍 好计较人的受刑罚的时候 于蒙人就得着智慧 智慧人受训惠的时候 他就得着知识 公义的神留意恶人的家 使恶人在祸患中毁灭 色尔不听贫穷人呼求的 他将来呼求也得不到应允 暗中送的礼物可以平息怒气 怀里藏的贿赂能平息暴怒 秉行公正使一人喜乐 却使作孽的人恐惧 天离民会之道的人 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贪爱享乐的必成为穷乏人 好酒爱之游的必不会富足 恶人做了一人的暑假 奸诈人做了正职人的替身 宁可住在野地 也不跟吵闹易怒的妇人同住 智慧人的居所中 积存珍贵的财物和油 愚昧人却把他所有的挥霍耗尽 追求公义与慈爱的必得着生命 公义和荣耀 智慧人登上勇士的城 请负他倚靠的肩累 谨守口舌地 保护自己免受患难 骄傲自大的人 他的名字是好讥笑人的 他行事狂妄骄傲 懒惰人的愿望 害死自己 因为他的手不肯工作 他终日贪得无厌 但一人诗语 毫不吝啬 恶人的寄物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更何况是怀着恶念来陷的呢 做假见证的必要灭亡 聆听真情的人 他的话长存 恶人厚颜无耻 正直人却坚定他的道路 任何智慧 聪明 谋略 都不能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胜利却在于耶和华